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上個月尾的時候 歐洲議會就著港區國安法的出台 就以壓倒性的票數通過了一條法案 這條法案的內容 全部都是向歐盟建議 可以在不同的範疇支援香港 雖然這條法案就是沒有約束力的議案 但是歐盟終於在這個星期 回應了歐洲議會的訴求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就說歐盟現在正在草擬法案 將會採取實質的手段 回應北京硬推港區國安法 根據這個法案的草擬文件 歐盟將會對香港實施多項制裁 包括要限制敏感的科技輸出到香港 限制向香港銷售能夠作為內部鎮壓 攔截內部通訊或網絡監控的設備 以及會檢討與香港的簽證協議 預料這些措施將會在下星期而生效 其實這些制裁措施對香港有什麼實際影響呢 比如說限制敏感科技輸出到香港 其實最受影響的就是那些大陸的白手套公司 因為他們就再不能夠以香港企業的名義 走去購買這一類型的科技 另外限制向香港銷售作為內部鎮壓用途的設備 其實最關鍵的就是影響到香港警察 因為目前 警察那三台水炮車正正是從德國進口 若然歐盟方面限制對香港銷售這類設備 若然那些水炮車是有什麼壞了 需要維修的時候 就不能夠從歐洲再進口相關的零部件 相信是可以這樣去理解 而且往後的日子也不會對香港銷售類似的產品 至於攔截內部通訊或網絡監控 不需要從歐洲輸入這些設備 因為中國在這方面的科技 可以說是首屈一指 另外最關鍵的一件事 就是檢討和香港的簽證協議安排 實情這件事 對於特區護照就是最大的影響 先前我們都說過 中國方面 走去不承認BNO護照 但是很有可能會激起西方文明國家的所謂反制 好了 現在終於人家又說要檢討這個簽證協議 當然人家這一刻就沒有說要取消你特區護照的免簽安排 但是說得出檢討其實也是朝著這個方向來行進 否則各位有沒有檢討 原本歐盟就已經安排好特區護照的持有人 可以免簽入境 現在他再說要檢討的時候 難道是會頒受歐盟居留權 給所有特區護照持有人 想都知道不是 肯定是向著更加嚴謹和更加收窄的方向去檢討 雖然現在實話未有一撇 但是不能夠完全否定 歐盟是會撤銷這個特區護照免簽安排的可能性 因為他搞到最後 經濟方面的制裁他就未必會做了 所謂恥子就挑遠的吃 若然歐盟真的要進一步對香港實施制裁措施的時候 他肯定首先要保障自己的利益 沒有理由在制裁香港的同時他自己受損 等同找他自己笨 真真正正大陸那句他就用石頭搭自己的腳 他肯定沒有這麼愚蠢 你說檢討和香港的簽證協議 這個撤銷免簽的可能性 其實就不是沒有的 因為這樣來說對於歐盟你說他有什麼經濟損害 沒有啊 如果說到其時 特區護照持有人入境歐盟國家 真的要申請簽證的時候 歐盟還有錢收 對於商務旅客來說 這筆的所謂簽證費用 根本上就是狗牛一毛 但是對於那些低檔刺的旅客來說 如果連這筆簽證費都不捨得給 那就不要去歐盟好過 歐盟損失了這些低端旅客 他自己也沒有什麼損害 所以 他說到檢討和香港的簽證協議 我相信就是向這個方向前進 另外又看看德國方面 之前就是 蓬佩奧就說過 說北約成員國當中 有其中一個 就是不肯聲援香港 德國似乎就想用行動來證明給美國看 似乎就想闢謠 德國外長馬斯 昨天出訪英國的時候就說到 即使歐盟其他國家沒有一起行動也好 德國本身也將會採取一些措施 表達對於港區國安法的不滿 他舉出了一些例子 包括簡化港人的入境規定 停止向香港出口特定的軍事物資 向受威脅的香港學者 藝術家和記者提供獎學金 以及暫停與香港的引渡協議 相信這些措施落實的機會都是很大 因為這些類似的措施 根本上歐盟已經在安排中了 當然引渡協議方面 其實也是跟隨著 加拿大、澳洲和英國的步伐來行進 另外關於提供獎學金那裡 目前是德國獨有的東西來的 因為暫時其他國家都看不到這些措施 是提供給香港人的 而根據德新社的報導 就說德國和法國在較早前 才在歐盟外長會議之上 聯手提出這些措施 嘗試尋求歐盟成員國的支持 不過 受到了希臘和匈牙利的阻撓 加恩兩國和中國的關係密切 同時也支持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和中資企業有合作修建鐵路和港口 這裏有兩個國家 阻撓 這兩個國家同時也是北約成員國 但是 在星期四的時候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就說到 說有一個北約成員國 是不肯聲援香港的 到底他是在說哪個國家呢 那就真是成迷了 要他自己親自解開這個燈米才知道 接著我們又看看關於南海方面的情況 所謂長島眾人推 在較早之前 美軍已經安排了雙航空母艦戰鬥群 前往南海海域一帶 聯同日本和澳洲 展開聯合軍事演習 到了昨天 印尼軍方也參與了一份 不過他只是自己演習 他們出動了最先進的海軍裝備 進行了奪島搶灘演練 根據印尼海軍發布的新聞稿指出 從今個月的21日開始 印尼海軍在爪哇海和卡利馬塔海峽一帶 進行了軍事訓練 無以印尼軍隊成功擊退搶灘的敵軍 根據《日經新聞》的報導指出 印尼想借著金燙的軍事演習 展示武力 強化印尼防衛納土納群島以及其海域的戰略能力 同時亦抗衡中國對南海主權的宣示 實際上印尼沒有在南海的主權爭議 但是 由於中國所聲稱的九段線的範圍 其實與印尼納土納群島的海域 是有重疊的範圍 故此人家就在相關的海域那裡進行了軍事演習 實際上九段線的範圍真是非常廣闊 其實這個納土納群島是位於哪裏的呢 馬來西亞就分了東馬和西馬 這個納土納群島正正是處於東馬和西馬中間的海域那裡 本身這個納土納群島並非位於九段線範圍以內 但是那個海洋專屬範圍就和九段線有所重疊 所以現在印尼也差了一隻腳 不僅是印尼 而且澳洲在今天也跟隨了美國宣布中國對於南海有爭議領土的主張 是非法的 肯定會令到中澳的關係更加轉趨緊張和惡化 澳洲在他們那篇聲明裡指出 說中國在南海通過各海岸或島嶼 確定各自適當的點 並且以直線連接這些點的做法 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實際他們說的這個說法就是跟美國的說法一致 實際現在在南海海域一帶 就越來越多國家去參與一份 除了美國、澳洲、日本之外 印尼現在又差了一隻腳 另外英國也說將會在 2021年頭的時候 派遣航空母艦走來南海一帶 是巡航的 故此越來越多國家差了一隻腳來南海這裡 而且還有一件事就是東盟十國 在六月底的時候發表了一篇聲明 是反對中國在南海的主張 由於東盟的國家 他們肯定是一致同意才可以聯合出一封公開信 故此 這十個國家都可以視作說 行動一致、立場一致 故此在南海海域一帶 究竟有哪些國家站在中國那邊呢? 暫時未見到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非洲國家這樣就沒用了 非洲這些山高皇大遠的地方 他們說支持你也是立場服務 只是用口去支持 所以目前現在就變成了包圍之勢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